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军已成强弄之末 马里乌布尔再次打败俄军的围攻 据英国国防部说呢 在乌克兰所有的这个俄乌战线上 俄军呢都毫无进展 也就像成了强弄之末 有气无力 很多地方或者说绝大部分地方的俄军呢 甚至组织不了一次像样的进攻 因为俄军呢已经就是没有进干活了 你想想缺吃少穿 缺少弹药 缺少油料 而且呢伤兵那么多 等等 现在俄军呢还有力量发动进攻的地方 就是他们志在必得的马里乌布尔 马里乌布尔呢算是属于这个 乌克兰的十大城市之一 而且呢他的这个处在呢 这个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和这个 邓巴斯之间 俄军呢就想把这两块占领区呢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以后呢 即使谈判的话呢 他也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而且呢也便于以后的这个防守 或者跟这个乌军的长期的对峙 因为这样一来呢 他将来就有一个直接的路上通道 就是连成一片了 所有俄军才不惜一切代价 对马里乌布尔狂轰乱炸 马里乌布尔呢 是这个乌克兰呢 受到这个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城市 90%以上的建筑都遭到过轰炸 据这个当地的这个市政府介绍 至少呢有3000平民可能被炸死 但是大部分都埋在这个瓦碩之中 就是说呢那个楼房炸毁了 人都被埋起来了 而且呢现在当地呢 也没有办法去把这些遗体给挖出来 埋葬 而且呢联合国呢也没有办法核实 因为现在连联合国的这个人员 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被俄军重重围困的城市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地图 这个马里乌布尔呢 它是一个靠近沿海的城市 也就是说呢 距离它很远的地方都已经被俄军占领了 所以呢 它几乎是一个孤岛 孤岛的抗战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得不到后方的接济 比如说西方最近这20多年来 大批运往乌克兰的援助当中呢 这个大概只有一个地方是几乎得不到的 那就是马里乌布尔 但是呢 马里乌布尔的守军呢 在这个断壁残垣之间 依然始战不退 粉碎了俄军 无数次汹涌的进攻 而死守这个乌克兰 马里乌布尔的军队呢 并不是乌克兰的正规军 就是说主力不是正规军 而是一支民兵组织 由此可见 这个乌克兰人是真正的戈萨克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戈萨克这个名称 其实呢 这个戈萨克人就是乌克兰人 乌克兰国歌里面就有一句话 我们是英勇的戈萨克 俄军以前南征北战的时候呢 有一支主力的部队 就是戈萨克起兵 戈萨克人英勇彪悍 自古以来善战 尤其是登河克萨克 实际上现在呢 这个邓巴斯那一代的 也就是这个马里乌布尔的人呢 就是正宗的登河克萨克 戈萨克人的这个 在欧洲历史上都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为自由而战呢 就显得异常的英勇顽强 逢手这个马里乌布尔的呢 这支部队的主力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亚述营 亚述营呢 是乌克兰国民警卫地的一支民兵队伍 因为诞生 这个名字从哪儿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附近呢 就是亚述海 我们都知道 那里面是一个大的 被称为黑海 而靠近这个乌克兰那一带呢 就被称为这个亚述海 所以呢 他们取名叫亚述营 这是一个带有地方色彩的民间组织 而且呢 这个亚述营的历史呢 虽然很辉煌大面丁丁 但其实却很短暂 它居然是在2014年 俄军入侵克里米亚和邓巴斯之后 一些热爱自由的当地居民 建立的组织 创始人呢 名叫安德烈比列茨基 现任领导人名叫杰尼斯 现在呢 据说呢 这个营的规模比较大 相当于一个团 大概一千多人 这个 这个亚述营呢 它的这个战斗力呢 主要是来源于 它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热爱 和对自由的这个热爱 亚述营只能在残缘断壁当中进行抵抗 这个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这个城市呢 建筑大部分被摧毁了 居民们大部分都躲在地下室里 每天都要 就是说 只要一听到炮声响 或者说呢 白天呢 睡在残缘断壁之间 平时呢 都坐在地下室里面 在那儿生活 烤点东西吃 因为这是冬天 幸亏呢 这个地方的这个建筑呢 都是 不仅是钢筋混泥土建筑 而且呢 还都有地下室 因为钢尼混泥土建筑呢 不轻易被炸倒了 你比如说那个钢尼 那个二楼三楼 你可以给它炸的 到处都是洞 但是呢 它钢筋还在 水泥还在 另外呢 就是地下室相对呢 还是比较安全的 就躲在里面呢 至少俄罗斯一般的炸弹呢 还伤害不了乌克兰人 这个 下面继续呢 重点谈一谈亚述营 因为自从2014年以来呢 亚述营一直在抵抗 俄罗斯侵略金 所以俄国呢 就利用它庞大的 这个宣传机构 包括在全世界操控的媒体 拼命地攻击亚述营 说它是一个纳粹军事组织 其实呢 这是谎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营呢 是一个地方性的营地 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人呢 他是有各种各样思想倾向的 这个 他们其中呢 大部分都是自由主义者 也有一部分 这个爱国主义者 另外呢 这个该营的领导人 也不这个否认说 该营呢 也有10%到20%左右的国家主义者 就是这些人 可能呢 是特别热爱乌克兰 最有意思的是 这个党 这个组织呢 还有很多犹太人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旁证 说明它不是纳粹组织 因为现在犹太人 又不会说是被逼迫 加入一个民兵组织 对不对 他怎么会参加一个纳粹组织呢 犹太人又不像 这个中国境内的人 哪怕内心里不满共产党 他也会加入共产党 犹太人不是这样的 他也没有必要 他完全可以跟这个组织 不打交道 甚至离开这个组织 到这个以色列去 以色列也欢迎他们 他也可以到基辅去生活 这就说明了 这个组织呢 不是一个纳粹组织 还有呢 亚述营超过一半的民兵 是讲俄语的 就是说呢 他们呢 对俄罗斯文化非常了解 他们跟普京 以及普京身边的人 讲了同样的语言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理解普京 知道普京 知道这个俄罗斯的统治者 都是一群什么货色 知道他们都是一帮的 这个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 和一些贪污犯 他们震恨这个俄罗斯统治集团的 这种极权主义 他们呢 实际上是非常反感这个 所以才投身于这个 争取自由的战斗 其实就连这个乌克兰现任总统 泽连斯基 他不仅是一个犹太人 而且呢 出生在东部的俄语区 他也是自由讲俄语 俄语是他的第一语言 而且呢 他在俄语学校上学 甚至呢 有人说呢 泽连斯基呢 这个乌克兰语一直讲得不好 后来在当选总统之后 还在上这个俄语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乌克兰语 发音更加正确一点 其实在这次俄乌战争当中呢 抵抗俄军最激烈的城市 莫过于靠近俄罗斯的 讲俄语的这个哈尔科夫和马里乌布尔 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这说明呢 这些懂俄语的人 懂普京的人 更加憎恨俄罗斯 更加憎恨俄罗斯军队 他们念识也要捍卫自由 因为呢 他们历史上都是 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受害者 所以说呢 这一次呢 这个马里乌布尔之所以 宁可这个牺牲一切 也要抗战到底呢 其实呢 就是因为 他们充分认识到了 俄罗斯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危害 因为俄罗斯人 大部分呢 总是患有一种 这个大国梦想症 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 觉得他们有权征服全世界 有权屠杀全世界 大部分国民都在 就像这个很多蒙古人一样 还惨留在 哎呀 成绩是汗 你看 拎着刀 提着剑到全世界 坎坎坎杀杀 多戴尖 很多俄罗斯人 眼脑子里还是这样想 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征服民族 我们能够打败任何敌人 他们不想 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你在古代的话呢 你可以当强盗 可以称王称霸 现在呢 人类早就已经有 强大的自治组织 像美国 像英国 像欧洲 他们不再容忍任何像强盗一样的团体 或者这个国家的欺凌 所以俄罗斯呢 这一次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就连这个俄罗斯境内都有 百分之十七的人反对这种暴政 所以说呢 马里乌波尔的人民 还有这个哈尔科夫的人民 这些俄语区的人民 拼命反抗普京的暴政 也就向我们表明 就是说呢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那种大一统 反对那种极权主义 他们觉得呢 让每一个人 让每一群人 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 自由的生活选择 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